成都昭爵寺方丈 清定长老 拜第三世多杰羌佛为师 由于高僧们关照到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是法界始祖报身佛 多杰羌佛真身降世 佛教界的法王 长老 大和尚 圣僧们就纷纷抓住这个真正百千万劫难得的殊胜姻缘 跪拜在羌佛座下为徒 果章老和尚一百零七岁 生死自由原籍 十一天后 有不法之人用真赐法师血管 当下鲜血流出 表法肉身菩萨之地境 法师在成都新华西路羌佛谈成 当众亲口说 羌佛早年就在跑马山为他灌顶传法了 那个时候 羌佛才三岁半 尤为可惜的是 有很多藏汉两地的法王 大活佛 大法师们拜羌佛为师 羌佛为他们说法的原始实况计时的录像带 加上羌佛说法开示的法音带 总共十五箱都被公安全部拿走了 他们还拿走了羌佛心血创作的书画近八百张 好在法缘不绝 有两位高僧收藏了一点 他们拜羌佛为师 接受灌顶的录像 尽管这些二十多年前的录像 已经无法与现在的高清图像相比 但毕竟是真实记录了年轻的羌佛与高僧们的历史 这些录像没有做任何修改加工 只是为了大家看的时候方便 加上了字幕而已 世界最大高僧 清定法师 为佛教秘中格鲁巴法王 皇教领袖 其法律 道德 威震全球 今年六月 清定上人于抚摸法会上大显神通 自身变为地藏王菩萨 此照片即是清定法师画现 清定法师 也拜云高大师为师 将于教育学生请您打破了 今天要带你们百事清画 好 拜拜 好 拜拜 在折柱中領初至五月三冬伍 ik utilis 已到五月三冬伍 4月六月 ora 三冬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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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念师 叩拜 拿摩第三十多集枪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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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